从美国的Trader Joe's买了牛鸡回来 所以今天的晚餐就是牛鸡 然后也切了一点蔬菜跟这些一些配料 水滚后先来煮牛鸡 那这个呢只需要煮三分钟就好了 三分钟煮好之后呢 就把牛鸡拿出来放在一边 现在我们来煮这个pasta的番茄酱 开火加一点油进去 油热加一点蒜蓉 红大葱炒 其实煮这种意大利面应该加那个Yellow onion的 但是我们家里只有这个紫色的 所以就加这个 这个萝卜就是比较难熟 所以我会先加一点进去 然后煮一下先才来加其他的料 可以看这个Carrot跟这个 onion有一点好了 就把剩下的料加进去 然后也是你喜欢吃什么就加什么 我们今天加的两种蘑菇还有这个火腿 现在加这个番茄酱 我们喜欢吃这个红酱 然后这个是Mushroom的 我想煮一个Rose sauce 本来是要加Cream的 但是加一点没有 所以我就加没有 不知道可不可以啦 可以Try看 它就变成了有一点白一点 它就没有这么红 现在来调味 现在来调味 我加一点这个Black pepper 一点这个Everyday Seasoning 然后这个里面其实就是来好像有点Cummin啊 Chili啊 Soft这些 然后也加一点这个Coreander leaf 干的 如果有Fresh的就更好啦 我们有一点的Pasteel等一下最后再加 可以这个酱滚了之后呢 就把我们的Pasteel加进去 这个我们是买做好的 但是其实自己做也蛮容易的 就是加那个Potato 然后加Fla自己做 可能改天我来自己做做看 OK 好了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最后就放上一点这个Pasteel就好啦 同样的这个酱你可以用来煮其他种 一道里面 你喜欢Spaghetti 喜欢Penny 什么一种都可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牛肌 我第一次吃是几个礼拜前 在美国那边吃的 它的Texture是有点软软的 就像软软的米红柜这样 然后我那时在餐馆吃呢 一盘要30块钱 跟我今天做的其实味道非常的像 我这个一餐才10块钱而已 我们三个人吃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小教程 我们下次肚子饿时候再见